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弹 反弹结束之后还会再破底 而昨天大盘跌掉了200多点 在大盘昨天大跌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杀到了10,693点 对不对 王良代会员 代会员在昨天补掉了五档空单 赚钱把中美金 把佳金 把富顶 把汉磊 还有呢 军宝这五档股票的空单呢 把它给补起来 你们想一想 如果我在昨天能够赚钱的去回补 我之前在高档所放空的股票 那这个盘反弹上来之后 我能不能够再空第二次 我能不能够再让会员再大赚一次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盘的反弹 我跟各位说 接下来呢 接近10,900点 王良还会再去放空更多的股票 而我为什么要向下操作 我告诉过各位 因为我认为呢 这个行情其实 它已经步入了空头市场 而且在这个地方 我所要锁定的 要放空的有三种股票 包括投机炒作股 还有呢 高本益比的股票 还有财报地雷股 那为什么要放空投机炒作股 因为拉高出货会坑杀散户 这种股票 就算你放空在起涨点 你都会赚 而高本益比的股票呢 美梦破碎 股价会直接反转 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波 创意暴跌 有没有看到这一波 郁金光暴跌 对不对 那财报地雷股呢 我告诉各位 当瑕疵揭露 也会直接暴跌 那么在这里 我知道很多人 最近呢 都看到了一些利空 可是或许你们以为 王良是因为 这些媒体所写的利空 然后才去放空的 我告诉各位 其实并不是 虽然说我们看到 土耳其炸开了大门锅 全球的经贸跟金融压力 已经达到了临界点 虽然我们看到 这一个土国的危机蔓延 让台股在昨天一天 增发掉了八千亿 我跟各位说 这都不是重点 这在哪里 你要能够看出一个产业的趋势 对不对 中国大陆的手机出货 是呈现持续的衰退 而且这一个颓势 是止不住的 这才是我呢 去放空股票的理由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不过是结果而已 对不对 那你们想一想 我在放空股票之前 在会员要逢高解码 向下操作之前 我们告诉过各位五个 亡良看空行情的理由 我曾经告诉过各位 全球化接下来会分裂 对不对 中国会产生金融风暴 然后包括融资的余额 已经创下三年的新高 筹码在松动 包括景气急动 还有手机电动车 更被动的题材炒作 这些泡沫都已经浮现了 那现在这个盘在哪里 今天大盘叠下来之后 我跟各位说 很多人讲 这个盘要找底部 对不对 我问各位 台湾的股票市场 有那么多底部吗 你们好好的去想一想 哪里才是底部 也许有些人会说 24854底部 对不对 3411是底部 3955是底部 4474是底部 那我问各位 那这个盘现在在哪里 今天还收在10824点 不过就从11000 跌到了10600点 你说跌到这个地方 你看得到这里有底部 你看得到这里有低点 王良所看得到的是 未来呢 还有很大的向下操作的行情 所以我再一次的提醒各位 这个盘反弹上来之后 接下来呢 遇到了危险 请你们记得 一定要赶快逃命 总有一天 你会想起来 王良曾经告诉过各位 当大家的心里 都只想了一个字 而这个字叫做 卖的时候 这个盘的压力 它只会越来越大 而压力持续的累积 随时会引爆成卖压 昨天市场的卖压重不重 为什么 我呢在昨天选择 补掉的五档空单 让会员赚钱 获利了结 会员真的有赚钱的感觉 对不对 因为昨天很多人要卖 昨天很多人在杀 刚好呢 我们可以下去 把空单补起来 你们再想一想哦 这个盘反弹的上海 其实你很高兴 我很高兴 大家都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如果王良想要放空 没有相对应的买盘存在 我们是没有办法 去空到股票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盘弹上海 对王良来讲 反而更好做 而且我告诉各位哦 弹上海之后 不但能够有对应的买盘 那我们去放空 还会有更好的价位 可以去放空 对不对 还有一点呢 如果有些人 手上有多单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跟各位说 反弹上海 是不是才有卖的机会 对不对 如果这个盘都不反弹 一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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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 我也会很困扰 因为有不少人 是抱着套着股票 来问王良 要怎么办 比如说在昨天 国具杀到了587块 比如说在昨天 华星科跌到了244 那昨天的国具杀到587 昨天的华星科跌到了244 如果他们都不谈 我跟各位说 那完蛋了 那真的很多人 要抱着套牢的股票 去过下半辈子 对不对 幸好 我跟各位说 幸好在今天 华星科 他反弹了 对不对 幸好在今天 国具呢 他也反弹了 说真的 我比任何人都高兴 不仅仅是因为 将来涨上来 我还可以去放空 更重要的是 反弹上来之后 手上套牢的人 我可以带他们出 我也可以带他们卖 对不对 所以这个盘的反弹 我跟各位说 其实 它是很有用的 可是你要能够 去把握住这个机会 因为 如果你没有把握住 反弹上来的卖点 或者反弹上来的空点 那当大盘 他再一次破底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那你就白白的去浪费掉 这一次的反弹了 对不对 而在昨天 我要把空单 补掉了五档之后 今天这个盘 产生了反弹 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 弹上来之后 赚钱的机会 又来了 你要能够去分辨清楚 这一个盘的趋势 现在呢 如果看上柜的指数 他已经破了底了 对不对 现在呢 如果看大盘指数 虽然他今天反弹 但是呢 他是不是先跌破了 一万一 那在反弹上来之后 你觉得 如果这个盘 曾经来到过 一一二七零 来到过一一一二零 来到过一一二六一 来到过一一一零零 那现在在反弹上来 他会比之前 变得更强 还是比之前变得更弱 你要想一想哦 光是昨天一天 市场其实是怎样 元气大伤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一口气 蒸发掉了八千亿 所以我告诉你们 反弹上来 王娘还会 再带会员去放空 而且现在真的是呢 放空股票最好赚 赚得最多 也能够赚得最快的一段 明天之后 这个盘 接近一万零九百点 王娘会全面性的 放开来操作 就像之前 王娘带会员 去放空信仓店 去放空达方 去放空其力薪 对不对 今天就算他们涨 我问各位 我的成本在哪里 我是不是利用 他们反弹的时候 几乎是空在 这一波的最高点附近 你们再看下去 昨天 性仓店跌停满 达方呢 破底 其力薪呢 跌停满 一百零三 王娘带会员 放空性仓店 放空在一百四十块钱 王娘带会员 放空达方 放空在八十块钱 王娘带会员 放空其力薪 放空在一百七十七 今天大盘反弹的七十五点 或许哦 有很多的股票老师 他可以跟你介绍 他买的股票涨停满 问题是 快要涨停满的时候 才下去买 我问你 你有赚到吗 你确定你明天赚得到吗 今天就算 其力薪反弹 打方反弹 还有呢 信仓店反弹 我都可以告诉各位 这三支股票 在我们的会员的账上呢 通通都是大赚的 对不对 这一波 谁的操作绩效 能够比王娘更好 能够比王娘更棒 你们再看下去 王娘带会员 放空的信仓店 大赚了三十五% 达方呢 大赚了三十六% 其力薪呢 大赚了四十三%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 如果一档股票 我能够赚到接近五成 我跟各位说 其实呢 我们是赢定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一档股票 王娘放空完之后 他跌掉了五成 代表他要涨一倍 我才有可能呢 会被嘎到 我才有可能呢 会赔钱 对不对 可是我请问你们 跌五成很轻松 要涨一倍 现在在10824点 你告诉我 很简单吗 你告诉我很容易吗 对不对 所以我根本就不用去理会 今天信仓店 达方 其力薪 他的涨根顶 而且王娘所带会员 放空的 还有环球金 之前呢 还放空了 副顶 大中 佳金 全新 宏杰科 玉金光 还包括位数 今天的位数 也还在破顶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握住 这一波反弹上来 卖股票的机会 或者是放空股票的机会 就像王娘带会员 去放空新仓店一样 没有人可以赚的 比我们还要更多 对不对 就像王娘带会员 去放空达方一样 从82块往下呢 直接沙拉破底 就像王娘带会员 去放空其力薪 从177 暴跌到103元 而再来呢 我跟各位说 我让会员赚的 还不止这些 王娘带会员 去放空的创意 去放空的立山 去放空的位数 还有呢 包括像宣德 包括像环球金 包括像玉金光 下一个阶段回来 我来要告诉各位 我有一个 很特别的操作计划 我来要告诉你们 接下来 放空什么的股票 它往下跌的速度 它破底的速度 会是最快的 赚钱的速度 会是最快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 请你锁定我的节目 在广告过后 我还有更精彩的内容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今天大盘反弹了75点 看到这个盘涨 看到有些股票涨上去 我还蛮高兴的 比如说 今天的中美金呢 涨了 对不对 还有呢 加金涨了 富顶涨了 汉雷涨了 军宝呢 也涨了 那为什么这五支股票 涨了 王良会这么高兴 我跟各位说 因为在昨天大跌的时候 王良请会员呢 赚钱 获利 把空单呢 先补一次 那如果他们涨上去 我是不是 就能够带会员 再去放空下一次 放空第二次 再去赚到更多的钱 对不对 而且在这里 我要告诉各位哦 你光看到 王良之前 所带会员放空的操作 光看到我们这一次 带会员所放空的 信仓店大赚 大方大赚 奇力薪大赚 我告诉各位 这个盘 如果你以为 他已经跌掉1000点了 他已经跌掉2000点了 我告诉你 还没有 今天大盘在哪里 10824点 对不对 这个盘都还没有跌到这里 也还没有跌到这里 也还没有跌到这里 我就已经赚这么多了 那如果这个趋势往下 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你能够去想象 王良能够让会员赚多少钱吗 我跟各位说 今天我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不是要去赚一天的 也不是要去赚两天的 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很急 急得去找底部 对不对 只有输很多的才会急 急得去找底部 急得去买 急得去追 急得想要一只涨停满 可是我跟各位说 我不用 王良告诉各位 我所想的是什么 未来的一个月 未来的两个月 未来的三个月 我如何透过我的一个操作 如何透过我操作的方向 来让会员赚钱 对不对 而在这里 我要告诉各位 这个盘不过 才跌掉了几百点 你看一看 我举个例子 王良带我全部的会员 所放空的郁金光 大跌 从467 跌到355 这跌下来呢 是24% 如果你今天做一只股票 你输掉了三成 输掉了五成 可是王良去放空股票 一赚就是24% 这一来一回 差了多少 是不是差了五成 差了七成 对不对 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个方向 王良很早就告诉你们了 我带会员去放空郁金光 从467 它跌到355 这一跌下来 一只空单能够赚多少 我给你说 100块 是不是 一张 听到费10万 各位想想看 你们有多久 没有赚到钱了 有多久 没有赚到1万块 2万块 更不要说 一张股票 就能够让你赚到10万块了 对不对 那这个盘跌很多了吗 我告诉你 还没有 这都是刚刚开始而已 对不对 王良带会员 放空的新商店 从146跌到了91块4 跌停满 我所放空的拿方 从82块 跌到了49块9 我所放空的起立心 从177 跌到了103 还不止这些 我跟各位说 这个盘的方向 我们看得比任何人清楚 8月9号 我告诉过各位 上柜即将要大跌了 对不对 结果呢 我说所有的压力 汇聚在同一个地方 汇聚在这一个点 接着你看到的 就是昨天的暴跌 我们之前 在11000点之上 放空的时候 跟各位说过 11000点要赶快卖 要赶快空 对不对 我讲了一遍 又一遍 结果呢 大盘在昨天 跌到哪里 跌到10693点 那到底放空 能不能够赚钱 我跟各位说 其实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来加入 王娘的操作行列了 今天刚好呢 也是814空军节 我告诉各位 在这里 你们要知道 我们如果 能够透过 大盘的一个方向 来赚到钱 这才是对我们来讲 最重要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会说 说我不会做 说我不懂 我告诉各位 其实绝大多数的人呢 可能是不想 但是我问你 你想不想要赚钱 如果你想要赚钱 难道只有一种方法吗 你们晓不晓得 有一些投资朋友 虽然呢 比较年长 但是哦 即使 六十几岁 七十几岁 八十几岁 现在都还是有人 愿意 来加入 王娘的操作行列 来让王娘告诉你们 要怎么空 要怎么赚钱 各位知道吗 而且我相信 我所说的 我所做的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办得到 王娘不是 来给你们一些 做不到的抗讯 高不可攀的那种操作 不是这样 王娘说 带给会员的 我跟各位说 我要把 我能够在市场当中 赚到的钱 分给每一个 相信我的人 对不对 所以王娘怎么做 你们再看下去 我曾经 在七月三十一号的时候 告诉会员 放空十张附顶 放空四张大宗 放空五张中美金 你有没有能力 去放空十张附顶 有没有能力 去放空四张大宗 有没有能力 去放空五张中美金 大家是不是有这个能力 一定都办得到 而且王娘还告诉我 全部的会员 结果到了昨天 附顶跌到39块4 大宗跌到111 中美金跌到84块2 这一次附顶大跌 然后大宗大跌 然后中美金大跌 光是国家府 光是自由 muchos 我能让会员 我能让会员赚多少钱 每一个人 我跟各位说 你放空的附顶 能够赚到 8万 2500块 你放空的 四张的 这个大宗 能够赚到12万 放空的五张中美金 能够赚到 11万 4千块 加下来 31万 6500块钱一个人 如果王良一通扣去 让一个会员就能够赚到31万 我跟各位说 10个会员跟着做赚到300万 对不对 100个会员跟着做 能够赚到3000万 而如果王良超过500多个会员 都跟着我做 我告诉各位 一口气就从市场当中 去搬了多少钱 搬了1亿5000万 对不对 而你们再想一想 今天你要放空附顶 办不到吗 放空大中办不到吗 放空中美金办不到吗 而除了这些股票之外 我跟各位说 其实王良现在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要带会员去做 还有更重要的计划 要去执行 我相信 这一波 你们要知道一件事 这一波大盘涨上来之后 还在1万点附近 对不对 反弹之后 一定有一些股票 接下来他想要出 他接下来他想要卖 可是我告诉各位 他不见得出的掉 他不见得卖的掉 为什么 因为这些股票 很有可能呢 是投机炒作股 所以针对投机炒作股 王良在未来的一个礼拜 我会特别的去锁定 而且我跟各位说 我曾经带会员 放空过什么 冬结 一放空完 马上就暴跌 对不对 到今天为止 跌到了17.8 是不是很多人去追 追冬结 结果呢 都赚钱 大赚 放空会赚科 大赚 放空位数 大赚 放空宣德 大赚之后 王良特别推出 列雷计划之 投机炒作股专案 锁定关锁的起跌点 只要168 只要168 限量开放10名 我希望大家 把握住这个机会 冬结一放空完 马上就赚到超过10% 对不对 汇算科 位数宣德 通通大赚 王良特别推出 列雷计划之 投机炒作股 锁定关键的起跌点 只要168 限量开放10名 如果你想跟着我拼 请你把握住这个机会 限量168 而且呢 开放10个名额 如果你想要 请你立刻行动 最后祝大家 未来做股票 都能够大赚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